同学们 学校新规定 上课要充值 充值 菜菜老师 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的 只要你们充值了 就能从非会员升级为VIP 这样啊老师 那充一次要多少钱 我们这个是分档的 有一天的 有月卡 有季度卡 有年卡 一天是120块 那行 老师先给我充一个月的 我体验体验 我充一天的 我先体验一下感觉好不好 这样也不吃亏 丑丑美丽 你们是不是傻 这不是变相的坑钱吗 大圣 现在干什么不充钱 你吃个饭 看电影 买着衣服 都得充值VIP的 就是 这一定是普遍现象了 反正我不充回去 走 丑丑 我们充钱去 你们三个迟到了呀 美丽 妹妹冷不冷 来 老师给你倒了热水 暖暖身子 真好我口渴了 臭丑 你们看你太瘦了 来 零食 多吃点啊 现在三大老师 真好我坐这站了 老师 我呢 我有伤 你又不是会员 杀六 赶紧给我上课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谁让你不冲会员呢 现在我们来讲第二张 大圣 谁让你上课时间睡觉的 你哪也太肥了吧 老师 臭丑和美业也在嘴 你怎么也只说我啊 哎呀 美丽臭丑 这样是下门不冷啊 你着凉啊 不冷不冷 好好好 他俩是会员 想干嘛就干嘛 你给我站起来听课 啊 我也太疼了 陆老师 我这就回家了 我干嘛要提出会员 对不起 活动已经结束了 运游期限也冲不到 啊 我知道我就早点出去了 你也不知道啊 点击下方抖牙视频 关照一下呗 同学们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马上要放寒假了 嗯 放寒假 耶 范老师什么时候放寒假 现在吗 哦 想什么呢 美丽 现在肯定不行 寒假假期啊 从明天开始 哦 耶 范范老师 那我们放多少天还要 这个呀 要根据你们的出生日期来决定 嗯 出生日期 我的是一月二号 一月二号 那就是十二天假期 什么 十二天假期 也太少了吧 范范老师 我的生日是二月八号 能放多少天假呀 当然是二十八天了 美丽 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也就比我多十六天吧 这么少呀 臭臭 你算错了 美丽的假期是二百零八天 好啊 耶 两百多天的假期 做得什么好呢 去旅游 打游戏 哎呀想想都开心 看来数字越大 假期就越疼 嘿嘿 有办法了 大事 范范老师 我的出生日期是每年的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 十二月一号 一千二百零一天 那好 我宣布 大事的假期是一千二百零一天 哈哈哈 一千两百零一天 这个月 要再羡慕 啊 老天对我不公平 我到了百零八天的假期 算是很香的 点击下方抖牙视频 观众一下呗 谢谢你